Hello,大家好,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,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个在条约当中加上一个退款合约 为什么我们就是在GTI这个签证当中没有加这个条款 实际上现在GTI的applications 我介绍的案子呢,大部分 就是不是大部分呢 就是我只接受成功率是100%的案子 就是如果不符合条件 我是不接受案子的 所以基本上案子接下来的话 这个我们AIM都是Visagram 实际上我是非常confident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加这个refund clause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有听说quantum mechanic这个theory 就是这个物理的学说quantum information quantum这个theory 或者说